我想给大家做一点点小的这个测试 比如说千玺开始讲话 然后娜娜你随便想一个时长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还有50秒 就亮给她 你要完成这50秒 但是到50秒你必须要收 就是要进到结尾 这个是一个主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如何能够填满你的时长 也有可能你突然讲到 你正讲到兴起的时候 娜娜可能又改了 变三秒之类的 来 娜娜开始 周诚勒 我最近吃了火锅拉肚子了 你说咋办吗 我一吃火锅就拉肚子 除了拉肚子的这个症状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呢 就是还有一点神经不太正常 神经不太正常的话 那除了神经不太正常 还有什么 就是拉肚子了 大哥 我可以帮你咨询一下 所以我下一期再给你打电话 我吃不吃火锅拉肚子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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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播出事故 我们想一个有创意的广告 就照着念也行 但是就有点没意思 我觉得我可以想个有点创意的 花样广告是吗 就是那种有点创意 就是至少这话说出来就是 蓝蓝蓝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一块钱可以买什么 一块钱什么也买不到呀 那零元呢 零元就更不可能买到多少 不 零元就可以是用大牌新品 只要你打开京东小魔方 真的吗 我现在就去 这时候蓝蓝就说 带上我呀 他说我呀 KKKK